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 她已经找到自己的心 变成了贤怠超人光了 蔚来 你能跟她说话吗 我试试看 你是什么人 回答我 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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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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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现在仍然是下落不明 那个人并不是贱 威蓝 贱他 不 光怎么可能会背叛人类呢 而且他的手腕上有骑士护腕 那是 另外一个东西 让他变成了贱的模样 另外一个东西 李方说是有人想要陷害他 所以才会这么做的 是吗 是的 而且不只是光 我感觉得到有人心怀恶业 想让贤男超人 失去人们的信赖 那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目的一点都不重要 我 居然像抹黑勤则对价 我绝对 你也不会放过他 绝对不会 蓋斯会对剑采取什么对策呢 不管是谁 只要威胁市民的和平 我们一定会以坚决 还有强硬的态度来处理 也就是 你们认证剑采取什么 请大家放心 我们蓋斯托佩 一定会尽我们的权力 来讨伐他 请大家别担心 交给我们了 好恐怖啊 现在连贤男超人 都要来侵略地球 如果是贤男超人之间的争斗 干吗拦我们地球啊 好 好了 你别放在心上 要是动摇的话 就中了敌人的技了 可是 不过 这也难怪了 阿龙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 光当初 还是贱的时候 不惜牺牲周围的人 也想要击杀伯卡尔 不是吗 你是说人们 因为这样 还存在着 当时对他的恐惧吗 怎么会 他后来不是跟我们大家 一起战斗了吗 我觉得还有其他理由 至今为止 有许多贤男超人来到地球 为了人类而战 但是 蓝色的贤男超人 却是前所未见 所以我觉得 市民们 并没有充分地认知到 光的身份就是贤男超人 但是 他真的和我一样 是贤男超人哪 我们走 去吧 你逃不掉了 把巴鲁新人 愚蠢的家伙 地露绝境的应该是你才对 什么 你现在已经失去了地球人对你的信赖 现在这个星球 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 我不会让你在这个星球为所欲为的 那是我要说的话 这次不是剑呢 那它是在假冒光吗 不 不是假冒的 是咸诞超人 光 是蓝色咸诞超人 他还是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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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泽 队长 欢迎回来 秦泽 不对 是咸诞超人光 你们 真的相信我吗 当然了 你不可能背叛人类的 未来都这么说了 对吧 一样是咸诞超人的人都这么说了 咸诞超人是我们的伙伴 是伙伴 你让大家知道你的身份了 同时和他们并肩作战 而且是以盖子的身份 能告诉我们 敌人是谁吗 他是巴巴鲁星人 他能改变姿态骗人 让人失去同伴的信赖 这就是他的手段 MAC的文件中发现记录 记录显示他当时 花生成名为雅斯塔拉的咸诞超人 欺骗了咸诞超人兄弟们 在前往地球的途中 我和他交战之后 让他深受重伤 因此他对我怀有很深的仇恨 所以他这次才化身为剑 毁掉人类的信赖 这是卑鄙 要怎么样 才能让大家再度相信他呢 这还用问吗 下一次假冒者的出现 就由本尊来打倒他就行了 对吧 秦泽队长 真是的 那个可恶的蓝色咸诞超人 你们挺好 下次一定 你 你 你是 秦泽 你终于回来了 你没事就好 可是这段时间 你到底去哪里了 副所官 我就是蓝色咸诞超人 咸诞超人光就是我 没有必要隐瞒 因为我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你们又来了 大家联手开我玩笑对吧 他说的话是真的 他现在平安回来了 就是最好的证据 阿丸 把这个人抓起来 你在胡说什么 这有什么不对 他就是破坏街道了 侵略者 我看 向总监报告吧 我来传达盖茨总部的要求 现在要请秦泽前队长 立即接受总部的监视 请等一下 总部也怀疑秦泽前队长吗 嫌疑还没有厘清之前 我们不能够让他加入团队里面了 真是靠北亚县的超人光 被你所信赖的人类们 背叛的滋味怎么样啊 人类终究是 只会以外表判断别人的 软弱又愚蠢的生物 你完全错了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人类所潜藏的力量 打肿脸冲胖子 那么做 根本就是把他当成侵略者吧 卫兰 队长 我也不能接受 请队长给我们一个交代 但是这是总部的决定 该不会是 总部实在害怕秦泽前队长 会变身这件事吧 也就是说 光只要一出现 就会让市民 越来越不安的意思吗 是蓝泽贤的招人 他果然是侵略者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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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蔚蓝 让我过去 我想要跟光说话 可是如果没有总部的允许 我不能让你通过这里 这样下去 他永远也洗不清嫌疑的 拜托你们 蔚蓝 蔚蓝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讨厌八把鲁星人 我绝对饶不了他 光已经找回人类的心 他现在爱着地球的人们 他却践踏了光的那份心 我说你啊 不要只是一个人 在那边生气嘛 秦泽遭到那种对待 你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嘛 我当然 也很不甘心哪 怎么可能会甘心哪 但是呢 秦泽对手一定是 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而且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管 总部的人在想什么 我比任何人 都还要相信秦泽对手 在这方面 我绝对不输给世上任何人 光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帮你 不 我过去所犯下的罪 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偿还 只是我 自作自受 可是 我能够一路战斗到现在 有一部分是你的功劳 这个 还给你 再一次 并肩作战吧 你有这份心我很高兴 但是我不打算强行离开 现在逃跑的话 只会让大家更不相信我 可是 而且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你听我说未来 从今以后 和我一样有着蓝色身体 同是我的同胞 他们也有可能来到地球 为人类而战 但是 如果他们因为蓝色身体 和无法取得人类的信赖 不被承认是贤代超人的话 那就是我的责任了 为了他们 我一定要取得人们的信赖才行 光 你做得到的事 我没有理由做不到 因为我和你一样 都是贤代超人 徐草 ac 拜托你们 请你们一定要立刻 释放秦泽队招 可是 那里面的人 才不是贱 也不是贤代超人 是曾经担任 这部队是转叛队长的人 是我崇拜的 秦泽队长啊 拜托你们 让秦泽队长 能够再一次回到战场 剑的冒牌货已经出现了 正如总部所预料的 这样就能证明秦泽队长是清白的 那么真的是为了这个目的 没错 总监和我从一开始就相信他 贾小姐 你快去吧 大家都在等 队长 让我们来拆穿他的面具 接招吧 多重脉冲光线 红翼光炮 没有想到我们还可以一起飞行 我真的太高兴了 抱歉 现在的我并非过去的秦泽 我是咸诞超人 怎么突然说这些呢 剑犯下的罪孽无可计量 但是 他体内 埋藏着对地球人的关怀 以及温柔 无论如何我都要洗刷罪名 证明给大家看 证明给我所爱的人类看 我是咸诞超人 你 你怎么又恢复自由啊 去吧 去战斗 向大家证明 自己是咸诞超人吧 我所认识的 秦泽队长他 是不会轻易被打败的 阿龙 你们看 有两个神的超人 下 不要打了 别打了 他是在保护我们吗 哈哈哈哈哈哈 请这队长站起来啊 你可是 闲的超人啊 是假的 快看 那边那只是假的 是 等一下 你让我 打完这场战斗 可是 光靠你一个人 我已经不是 一个人了 你们看 他光的周围 这是 他凭自己的意志 穿上了铠甲 重生的 剑 他凭自己的意志 穿上了铠甲 剑 我会让 在这个星辄 猥琐一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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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朗 不能 你 你 我 你 让我们 地球正面临着危机 巴巴鲁星人只不过是个探子 我决定要调查这件事 拜托你了 贤弹超人光 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你还会再回来吧 会 地球对我来说 是无可取代的星球 阿龙 谢谢你 谨贼队长 因为有你我才能 成为贤弹超人 你没想到 告辞了 再见 朋友 再见 再见了 迷路说风 一定 一定要再回来啊 我的 妹妹 这颗星球有这颗星球的规矩 我们外星人必须遵守他们的规矩 不要失去温柔的心 就算这份心意被背叛过无数次 谢谢 别人做了让你开心的事的时候 就要说谢谢 下一集 未来的妹妹 我说未来的地方 明天 才在误会